每個禮拜三上午 賴出國小側門 幾乎比市場還要熱鬧 學生們帶著班級回收物 找志工報到 以外 重點也是在 希望讓小朋友能夠從做中學 台中賴出國小 與慈濟志工結緣超過20年 從我兒子小學三年級 我是當愛心爸爸 後來看見學校的志願回收 沒有人在處理 後來就促成了 每個禮拜三早上 就到學校來做志願回收分類 從愛心爸爸到愛心阿公 現在孫子也在這兒就讀 梁振光以及環保志工團隊 長期與學校互動密切 學校舉辦兒童公益 原油會志工把握機會 前往宣導資源回收 來出國小師生術有2000多人 平時落實環保教育 不遺餘力 我們從兩年前開始 我們就做環保聖誕樹 把小朋友平常收集的 寶特瓶整理起來之後 搭配學校信運動會進來之後 大家覺得歡難一新 校園志工與老師發揮巧思 就一幅縫製三角旗椰彈襪 回收紙箱與老舊客桌椅 華麗變身為裝置藝術 校園環保善效應 讓人眼睛一亮 大愛新聞 劉博明 郭忌宗台中報導 在冷靜室的寶物中報導 我們正在冷靜室中 εν把它寬鬆 我們正在冷靜室中 發瘍活動都 發瘍活動中 我們會稍含